他很感谢神,他本身有这么多罪,他不配得,神会救他 而这个女人可能是一个妓女,可能是一个跟丈夫离婚 当时的社会认为他是很大的罪人 但这个女人觉得自己有很多罪,他见到耶稣,他觉得耶稣非常好 他知道耶稣会原纳他,因为他见到耶稣原纳他 他就来到耶稣那里,他就会很感谢他 但那些其他人就觉得,我都挺好人,所以他不是那么感谢 所以有些人信耶稣,他就会很感谢神,他就会,哇,神你真的好 我希望大家,每一个都是这样,就算我这样,其实我想到我的罪 那你可能说,二牧师,你都挺好 但我想到我的罪,我都说,神,我是不配,我应该落地狱的 但神救我,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如果我今天不是信耶稣 如果你看到我的时候,我是完全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不会这样去帮人的,是耶稣将我改变的 所以西门就说,对了,那个欠钱多的,那个会特别去爱他 然后西门就说,你看这个女人 她说,我进了你家,你没有用水和我洗脚 这是犹太人的规矩,就是有客人来的时候用水和他洗脚 那么我们呢,对耶稣有做过些什么呢? 我们有没有去服侍耶稣,做耶稣欢喜的事呢? 圣经的一句话就是,来到神的殿,不要空手 那我们当中呢,很多人是空手,由头到尾都是空手来到神的家 我教你们不是代表我很紧张你们有的奉献 我是想你们学习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不是空手来到神前 我们有献上给耶稣的,我们是带着礼物 将我们的感谢献上给神,因为神给我们这么多的 那么这个女人呢,她就和耶稣用她的眼泪来浸了她的脚 然后呢,用头发来抹干 然后呢,她呢,用香膏,她一早就预备定 这个女人都不方是有钱的 她就预备定香膏,预备定最好的 很多人呢,买东西呢,有什么,很漂亮啊 我相信这里每一个人都有钱买的 就是你会想买一样东西的时候呢,如果不是太贵呢 通常来说,普通一个人都会有钱买到 但是你说奉献我,有没有搞错啊 我奉献那些钱,我可以买什么的了 我可以买个MP3机的了 我可以奉献,如果大目的数目,可以买个电脑 有些人的数目,如果他一个月有二千元,三千元人工的时候 他一个月的奉献是二百元,三百元,圣经教导是十分之一 的时候,他那个数目可以买一个相机的了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是会 如果你计算的时候,你会不愿意 但是你说,神你比我更多 因为你比我有体力,比我有能力去赚钱 这个是很大的福气 所以这个女人是有预备的,去感谢神的 我们也要预备好的 我们星期四是Thanksgiving 我们怎样去感谢神呢? 我们用时间去亲近神,去感谢神 这个礼拜不断去感谢神 不断去赞美神 那就是这个礼拜 每天都是这样 由现在开始 你由早上到晚上 你早上起床到现在 有没有祈祷呢? 你都忘记了 起床回来都忘记了 那你跟神没有这个亲密的关系 你时时都感谢神 你经常都祈祷 你跟神就有这个关系 你就会学会去感恩 我自己很感恩 这个神给我的心 因为我感觉到神的恩典很大 所以我的生命整个都给了耶稣 我所有的钱属于耶稣 我所有的时间属于耶稣 如果我去到某个地方 我预备了 如果我又去到某个地方去传道 而我是因为主的缘故受迫白 以至我会被人捉去坐牢 或者因为那里的东西太脏 我吃了之后会病了 或者甚至我是死了 我觉得第一 神会保护我 如果神容许那件事发生在我身上 也是神是纪念的 即是我预计了 就算我会被人出去坐牢 就算我会被人击笑 被人打 我一切已经看作训练 所有世上的事已经全部都没有了 我全部是给神 为什么呢? 因为给神的先是永存的 先是永远是存留的 那你说 牧师 我不是像你这样 我只要顾着我周围的人 我不可以这样 但你知不知道 神可以比较足够的能力 你可以顾着你周围的人 譬如我回到美国 有点困难 但神为我预备一次一次的工作 叫我能够供养 照顾太太 给我能够有住的地方 有一个饮食 是神为我预备的 所以你走神的路 神必定预备 你不要怕你为神献上有的 会是损失的 这个不是损失的 我们今天想一下这个讯息 就是这个女人 她这样的时候 耶稣跟她说 她说你很多的罪射灭了 因为你的爱是大的 因为你很多 即她的罪那么多 她的罪那么多 她会感激神 她会感激耶稣 她有这个信靠耶稣的心 因为她是很感激耶稣 她是信靠主耶稣的 现在西门 有很多人回到教堂 是take it for granted 她不觉得耶稣救她 是这么大件事的 当你一天 你见到耶稣的手 有个洞 你会怎样呢 我在大陆那时 见过一个女人 她每一个人来探她 她都分享 她说她有一个次的经历 她那次早上起床 她祈祷 当她祈祷的时候 她见到耶稣 她立即不敢看耶稣 她就伸手去耶稣 她摸了她的袍 她说她的袍很重 很坠 不是普通的衣服 很漂亮 她摸了她的脚 她摸了她的时候 摸了一个洞 她就哭了很久 耶稣你为我被人钉 十字架 耶稣这个洞 是永远存后 我们见到耶稣 手上和脚上 是个洞 她又哭了很久 然后她伸手摸耶稣的手 摸到有个洞 她又哭了很久 这个人 我们听到的时候 我们很留心 听她说普通话 我都听 尽量听她说 有时候听不明白 我问旁边她说什么 她很感谢神 她见到有人来 她就告诉她 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 但我很感谢神 我去为人 祈祷很多人 经历神 我很感谢神 神给我这个恩赐 其实神都给了这个恩赐 你们 你都可以祝福人 我每一件事 我都经常感激 我每一件事 我吃出什么 我只吃白饭 我都说神 白饭很香 我感谢你 神做什么都好吃 所以我吃东西 我喜欢素 我不需要煮很多醬油 我觉得不好味 我觉得她吃素 很简单 那些味蟲好吃 我什么都感谢 我说耶稣 你真的好 你为我预备天堂 真的好 你为我预备一切 更加好 我有今天事奉神 我是感谢神 我为了你们感谢神 虽然你们有很多 不听话的地方 但我告诉你 有一群人 肯向着这个福兴的路 我都感谢神 你跟旁边说 我为了你感谢神 我真的为了你感谢神 我很开心你们在这里 我很开心你们都能够 经历到耶稣的爱 我希望每一个都像我这样 真的说耶稣 我不配得 我没有一样东西值得有 但耶稣给了这么多我 我就趁现在告诉别人 如果你去过天堂 那些人去过天堂 我亲眼有一个人 是我认识的 有一个人在香港 很多时候去传道 他应该是台湾人 他曾经有 不知道是一段时间 死了 但见到耶稣 很多人见到耶稣 我曾经也是见过病人 他见过耶稣 他们都很感动 很开心 跟他祈祷 他们都很经历到神的爱 我希望我们 就算见不到耶稣 也告诉别人 耶稣很真 耶稣是很好的 我自己都祈求有一天 我能够见到耶稣 我用很长的时间 去专心祈祷神 我希望可以见到你 我希望你能够 将更多的事向我 启示 有些人真的会 祈祷见到耶稣 你也祈祷 耶稣我想更加亲爱 但你见不到也好 耶稣会感动你改变的 耶稣会感动你的心 让你有这个心 你就会越来越感激神 当你越感激神的时候 你所说的说话 所做的都会影响人 如果我们有感激的心 你一生都会快乐 感激的人是很快乐的 对不对 我有鞋 我有鞋可以走路 你知道有些人 不单是没有鞋 他没有脚 我有脚又有鞋 我感激神 我有口可以传呼音 我感激神 我感激神可以给我 就算有一天我没有一条舌 如果有些人 迫害 甚至你没有一条舌 我会用手 我会用手 我会用舌 我会用电脑打出来 我都会传道 总之我认够有生命传流 我都会愿意 将我生命给耶稣 我想大家都是这样 我们一起起床 耶稣说 我愿意全心全意感激你